在太子花園街開了十三年的雞煲店 很旺場 這次其實都是第三次過來吃 喜歡吃花膠和帶子 都很新鮮 挺好吃 辣味又剛剛好 又不會特別辣 我覺得挺好吃 一個星期都來了 做專門的蟲草野生 竹生花膠和雞湯 每次都喝過雞 都訂了新鮮雞 湯非常清甜 很好吃 雞肉都帶牙一點 冰鮮雞都最好吃 新鮮雞更好吃 我們店鋪開了這麼多年 都是靠熟客去維持我們 就是光顧我們 我們的客人回到我們吃東西 頻率是非常高的 有些一個月可能來兩三次 我們八成以上是做熟客的 每一個客人進來 我們都當是朋友 有很多街坊附近 旁邊樓 附近的店舖做事 下班都會過來 我們對客人是非常好 令到大家進來吃東西 感覺很舒服 就不是像一個純商業模式 你進來光顧我 認識完就離開 他進來吃東西 我們都會聊聊天 有時說說 有些甚麼味道上 有些甚麼 他給我們一些意見 我們就去試試 我們的大廚 在二十多年前 酒遍大江南北 仍要去上面的酒店做總廚 所以他對大陸各地的口味 他都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當日我們叫他 一起想過雞煲 他沒有做過 但一試 我和他都覺得讚不絕口 我才有好這個信心 去做這間店 其實他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真的很有心 廚藝當然好 但他的廚得更加好 他對食物真的很尊重 是尊重 很用心 所以他煮一壺一頓飯 都好像煮給家人 所以你想想 是甚麼感覺 我就完全感受到他的心 肥偉相識多年的許桂順師傅 原來就是當年著名 東來居火鍋的大廚 東來居曾經連續三年 細信米芝蓮推薦餐廳 還被CNN選為香港最佳火鍋大獎得主 當時連台北精華酒店 都邀請許師傅來台灣獻記 不少台灣傳媒大肆報道 這位名店大廚 為何肯於尊降季來這間街坊雞煲店 這麼辛苦一個踢腳呢 我和攝影師進去廚房拍攝煮雞煲的過程 覺得廚房都很合窄 幾危局 廚房只得兩個爐頭 一個用來熬煮骨湯 另一個爐頭就用來煮醬和炒雞 只有師傅一個埋鑊 只有幾乎 放起上來 晚試兩轉的話 一晚一個人炒足六十個雞煲 許師傅多年來沒有放過家 怕其他人影響出品質素 拍攝那天 他不是多舒服 都照親身上陣 記者看著他額頭流汗 都替他辛苦 不過許師傅和記者聊天時 分享了這段心底話 大家那些人人多 是非又多 人事方面又複雜 很多東西的 其實那樣就變了 我現在歸於平淡 沒有人不干涉 因為到我這個年紀 已經是開始 更難聽說 還有什麼想去再駁 五十多 都不需要再去 好像那些人這樣 大家去競爭 我們不需要這些東西 我其實想歸於平淡 所以變成了 今時今日在這裏做 反而阿南雞煲 突然間最好看的 突然是你 不是吧 我們用雞 就有少少要求 我們的雞 選用了三黃雞 貪皮脆肉亂 雞的質地又滑些 它亦都有一定的肥 肥瘦適中 那些雞油 如果落到雞煲裡 就特別香口 特別惹味 我們亦都可以 幫客人預備新鮮雞 如果新鮮雞吃下去 更加嫩滑 還有有雞味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早點打電話過來 我們幫你安排 香料那個 你們有些 跟別人有什麼不同 謝謝 那因為太太 就是當地的四川人 所以我們就會找些 當地的好朋友 在當地採購 花椒八角 豆蔻 小梅 師傅就慢慢慢慢 每次煮的汁 都要三四個小時 它就很容易黏底 慢慢熬 慢慢煮的 那個汁 沒得急 它的香味才會出 而且就不會太過腸 這樣就純一點 滑一點 那個醬 還有我們呢 就盡量都不用美蒸 這樣呢 讓大家吃得 舒服一點 那個喉嚨 你知道有時候出街 吃飯 我們最怕的美蒸多 師傅就 盡量幫大家調回口味 周公子拍檔肥偉 是六福菜館的店主 也都是相識三十幾年的死黨 肥偉說笑 大家臭味相頭 性格都不計較 所以好合得來 我十二歲 認識她 她大了一兩年 我想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大了一兩年 我高她一級 她應該是中一 我中二 我們也有很多故事 是的 中間也叫三十幾年 又一起捱 是的 有窮過的時間 年輕人的時候 有時候沒有工作 不夠錢 用錢 兄弟幫忙 頂住 沒有飯 開 也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是的 因為我們真的是 很感情的 不是說 真的因為 只是做生意拍檔 其實 這裏 是去打理的 不過 這幾年大家都知道了 生意很飘返 我想不了 幫忙 想什麼可以幫忙 那就交流得多一些 那就是那些了 出日本新菜色 做一些優惠 大家一起去理想 那麼 我不會當自己的生意 一起去 sou sou そう je 這幾個月都有點變化 生意有點穩定 我可以這麼說 互相幫忙想一些方法 去渡過這個現在這麼差的環境 我自己在西貢做海鮮酒家 有些海鮮的味道配雞煲 大家一起試試 試出來,我們覺得很配合,很美味 現在很多客人都很瘦樂 我們可以有蝦、鮑魚、蜜魚、花甲、帶子、蟹 其實你想吃什麼海鮮的雞煲,這裡都找得到